许多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国公司 都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著名品牌 将业务拓展到海外 是许多中国公司的战略或是梦想 公司最重要同时也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 便是商标 随着国际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开始向海外拓展业务 对于当今的中国企业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但是如果考虑不周全 可能会存在很多的风险 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领域 在开拓国际市场之前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将企业自己的商标 以及其他相关的知识产权 根据当地国的法律法规进行注册保护 对于想要开拓国外市场的企业客户来说 How have they done it? Where have they done it? Is it expired already? Was it rejected? What happened to it? And then you move on And you have a series of systems that will help you to classify it correctly TM Wheel和TM Glass 使你能一站式进行所有相关搜索 他们可以用作申请前预先查验 以及注册后监控 可咨询尽4000万条商标申请 与注册商标信息 信息来源包括欧盟成员国 欧盟知识产权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美国专利商标局 韩国知识产权局 日本专利局等参与知识产权局 对于计划从事拓展海外业务 并在目标海外市场注册现有中国商标 或新商标的中国公司而言 TM Wheel是一项简单 易用免费的支持工具 使中国公司能够快速查验其 现有商标或新商标如何再参与的知识产权局下运作 以及会否有方案 通过这些工具 能识别商标能够在哪个国家 以及在哪些商品或服务种类上成功注册 这都可以通过目标国家参与 TM Wheel的知识产权局实现 TM Wheel还允许进行模糊搜索 检索类似商标或申请人姓名 一、可以通过TM Wheel查验商标 在目标市场的可注册性页面上 将出现一系列绿色对号 表示已完成检索的国家 二、当页面显示为零时 意思是在该国没有符合检索条件的商标 因而理论上在该国没有符合搜索条件的商标注册 三、当某一知识产权局出现错误或连接问题时 将出现红色茶号 检索结果将显示所有符合检索条件的商标请单 检索结果能够通过各主要标准获得 各项结果都能链接至报告页面 该页面包括各项基本信息 商标申请或注册的商品与服务种类 商标所有人联系方式以及代理人 以及与商标注册周到相关的其他信息 标签导航系统使报告管理十分方便 报告可以答应或到处为不同格式 通过提醒系统 用户能够追踪商标的状态变化 当悬电事件发生时 该系统将自动发送邮件通知 欧盟知识产权局与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达成协议 中国用户将能够咨询中国商标分类 与商品以及服务清单中的各项描述 这显然是一项重要进展 能够为中国客户提供全方位支持 服务以中文提供 同时涵盖40种其他语言的内容 我们正等待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 是否加入PMVIO数据库 当你的商标在海外获得注册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创建自己的品牌 并逐步地建立你品牌的知名度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可能会希望了解目标国家的一些相关情况 比如说你竞争对手在做什么 他们生产了哪些和你竞争的产品 这些产品向往哪些国家 在这些国家是不是有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你需要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和专业的法律服务 我们能够一键式选择 各参与知识产权局都接受的商品与服务描述 包括中国在内 各参与知识产权局的分类系统与表述不尽相同 因此PM Class的描述翻译功能 支持对商品和服务描述进行翻译 通过这一功能 用户能够找到某一描述在选定语言中对应的表达 若使用这一语言的知识产权局接受这一描述 也不必提出商标申请 也不必提出跨类申请 因为根据多个地区的制度 这些商品属于同一类同一子类 导航系统将相关描述汇总在一起 从而避免浪费时间的重复减缩 TM Class和TM Wheel完全免费 简单易用件7乘24小时开放 在线服务免费提供 避免咨询世界各地知识产权局数据库的高昂费用 最重要的是在申请商标注册之前 不需支付任何费用 能够利用这项服务进行免费预先查验 预先查验有助于节约时间与精力 避免申请过程不必要的耽误 TM Wheel被视为地方知识产权局 与知识产权专业人士的重要战略工具 借助这些工具 知识产权专业人士得以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集中精力提高服务水平 这项工具能帮助我们为进入国外市场做好准备 其一旦成功注册 它们将成为重要资源 使用户能够有所准备 在做这样的知识产权战略部署当中 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两部分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要知己知彼 第一个部分是要对自己手上现有的知识产权资产 进行全面的评估 了解它对于企业的长远的商业计划和长远的发展来说有怎样的价值 第二点是要了解在想要开拓的这个市场中有哪些在先的权利 可能会对企业本身的你申请或者你使用的这些知识产权包括商标的使用和注册造成障碍 我们会建议企业客户在了解自己的知识产权资产 以及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在先商标权利的基础上 尽早去处理这些潜在的纠纷 避免后期出现侵权诉讼以及其他不必要的麻烦 这些工具能帮助各位为进入国外市场做好准备 即一旦成功注册 它们将成为重要资源 使用户能够进行出发前准备 与律师一起打造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战略 进行商标监控 在线提交商标申请 设置提醒 在线提出意义申请 撤销申请或进行申诉 利用欧盟知识产权局官方代理人 确保获得优质代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